相信不少喜歡買衣服的女人 面對家中堆積如衣服的衣物 多喜歡都要說一句 是我太愛你 願意放生你 那這堆舊衣服拿去哪裏回收好呢? 一約學關心研究吧! 時裝品牌馬沙今年再度推出舊衣回收計劃 你拿衣物去分店捐 店舖就會給膠袍你用 幾順感 那和馬沙合作拍照營商的關心研 又怎看今次這個計劃呢? 對於我們自己的藝人來說 這份家是很適用的 因為我們每一季都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衣服 但很多時候衣服用完或者出完 有時可能捐或者給人 或者都給不了那麼多 也會覺得有時如果衣服可以再穿就好了 所以現在這個活動可以令我們捐回舊衣服 然後可以有優惠去買一些新的衣服 我覺得對環境、對我們的社會 對現在自然生態都是非常好 可以減少很多廢物 還有環保的作用是非常之大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這個trend 這個概念應該繼續延續更加多朋友去支持 不只覺得很有意義 關心研還會身體力行地去支持 裡面有很多衣服 即是有很多舊衣服 看到原來可能我家裡堆埋也有那麼多 甚至乎多於這裡 那我已經在想著我拿多少袋去呢? 我覺得整個過程是 慢慢反思想著回家出這袋那袋 然後一起拿去品牌那裡 然後拿去回收 好 好